哈喽在未来电信公司除了提供通讯还有娱乐服务之外 还有可能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哦 日本的Docomo Forma系列将会在今年9月推出健康管理手机 这款手机可以当作记步器用 还可以测量脉搏 另外还可以透过蓝牙接受内脏脂肪扫描器上面的数据 然后传送给家庭医师或营养师 那么另外还有一款手机除了以上这些功能之外 还可以计算热量的消耗脂肪的燃烧量等等 那么同时在测量脉搏的时候 还可以建议使用者他们适当的行走速度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手机还会依据部署体重热量的消耗摄取等等 来提供健康的意见包括健康的食谱 那么这个手机的技术已经成熟 但是我们的医疗团队是否已经准备好 回应这样的高科技 提供一个更完善的健康管理服务了呢